台北到维也纳将近9000公里的距离 同时也是青年指挥家包横毅离乡求学的距离 因此包横毅将会在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 今年度的音乐会当中 呈现出旅外游子的所见所闻 而常任指挥汪建民老师 则是为音乐会带来美国当代的合唱曲目 音乐会最后再以台湾当代合唱曲目演出 那我们的曲目出发是从海盾 就是18世纪的弥撒 就是上半场安排这个海盾的弥撒 那我们是安排一个在青年团的人数编制 跟适合的管弦乐团的编制 来做就是安排这个弥撒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台北爱乐长年合作的 女高音梁又忠来跟我们一起演绎这个弥撒 那另外也有安排 舒伯特跟布拉姆斯的经典的合唱小品 就是它很短小 但是诗词跟音乐都是最能代表这两个作曲家的风格特色的 除了有包括那个现在最火热的那个美国作语家维塔克 他的第一首合唱作品 Go Lovely Rose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也有现在很年轻的新锐作语家 Ronstadt 他的Nini 所以是除了有音堆的合唱色彩之外 然后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人生变化的曲目在里面 那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特别觉得 我们台湾的作曲家也需要多一点舞台跟空间 那我会很希望在我带着团的音乐会里面 都会安排那个台湾的年轻的作曲家的作品 对于今年度的音乐会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的团员表示 能够再次和青年指挥家包恒毅合作感到相当荣幸 让音乐会展现出台北和维也纳 欧洲和美洲合唱曲目的美妙之声 那这次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包恒毅老师来担任这次的课系指挥 那因为包恒毅老师他在大概2015年左右的时候 他也是我们青年合唱团的助力指挥 对所以挥毅了很多年之后他在维也纳学成 然后现在又可以在正式的跟我们合作这次音乐会 这样子所以觉得非常的期待 第一次团练的时候我们就 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团练 大家心情还很放松 然后我们就坐在地板上 然后围成一圈 然后老师就突然开始讲说 他为什么会学哪些曲子 某些曲子是代表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他请包老师选一些曲子 可能也代表他的一些就是学习历程 然后有一些曲子又是汪老师想要跟包老师讲的话 就是埋在曲子里面 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表示 今年度音乐会双城之声 即将于5月11号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 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精彩的音乐盛宴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